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安美斯回球 保球 还是保持着不错球篮手感 对 他除了这场比赛总结 他还要马上去准备下一场 对 出来机会没投进 但是摘到前场篮板 安美斯正面三分开跑球 那原样的就是这一下 你得有这个能力 这种豪门球队啊 就是说是见过大场面 而且打球这么多年的球队 都是非常好的 漂亮 转换速度真快 潮州银行的顾问呢 然后总教练 安美斯 川普鲁盖子应该还挺干净的 让中途给换掉 对于台北代表队来说也是比较困的 好球犯又是安美斯 沂沛 尹姆斯 对 这种需要打的 一个人能力 对 沂沛 沂测一跟拔中途 好球 就是担在圆的情况下 就更加需要沂沛站出来承担得分的责任 就是非常果断 非常果断 对 后阳 好球 陈姆斯变相 连续的20加速 好球 打平 你看年轻也是水平 都是在同一个年龄 也算是最好的 陈姆斯 这样啊 手指紧实太紧 进得太漂亮 连续三技跳投 占据场上的主动 最后一攻 陈姆斯 蹭犯规 中方小岩对上了 陈姆斯 身体力量上 都是要比福哥大一号 陈姆斯 手感没续上 直接甩 反击漂亮 单手贯宽 球队打出反击 再次打停广州中券 再次打停广州中券 来 打停广州中券 这次打停广州中券 打停广州中券 好球 威姆斯 漂亮 又是威姆斯站出来 嗯 非常地 能力非常强 又是靠着威姆斯 嗯 头短的 然后冲起前场篮板 这次打停广州中券 漂亮 这个就是每当需要 他弹出来得分的时候 他都站出来 而且都得分 咱俩刚说完啊 就关键车 他该出手了 他就 他就这么做了 这招广州队 这个逼得很凶啊 引力人防守了 扩得很大 这两人现在标上了 富哥跟这个 威姆斯这球太难了 还进票 你看这威姆斯个人能力啊 真强啊 再来 威姆斯冲起来空中换手 真厉害 看你 这次没绕开 给了浙江队反击的机会 选宝中 威姆斯直接干拔 要三分 漂亮 叛围观止啊 精彩啊 威姆斯基本上 没怎么空啊 连拿五分 这样带着一个 四分球的劣势 进入第四节 应该说这四分 绝对是可追的范围 第四节比赛 肯定还有的看 加强了对威姆斯的防守 顶着头 哇 威姆斯 威姆斯今天 犹如神助啊 各种高难度 对他有所期待的时候 他从来没让你失望 对 威姆斯 急停后仰 真难 换出来 位得非常好的内线 咱们 蒋之导啊 所以说 这是传承啊 太走了 富哥 富磊 还一个 今天富磊也是第二季三分 再来三分 短 威姆斯收内线 自己抓篮板 自己推进 一条龙上篮 顶开防守 好球 好球 走 威姆斯 一马平穿 真是一条龙啊 顶着正嘴 两米一的正嘴 就上篮了 追到他两分了 往这一段 牙火了 威姆斯 再往里突 好球 这么一看 庄陆军这后卫线 这赛季全被掏空了 多少东西起 去快船 底线的位置 再转 又回来了 谁呢又不得失误 反击 单手批扣 浙江队反超了 太漂亮了 这次的比赛 进行的还剩2分41秒 浙江球银行队 弃而不舍 在多次过后的情况下 他们咬住这个比赛 太太依赖福格了 现在 现在这个广州这边 四个圈拿球都不知道干嘛 就是说每次都把球给福格 像你们知道 这个邀赞庭啊 比赛正来到决胜时刻 我们用这个暂停来看一下 今天评选出的最佳球员 水大粉 在调动逐创观众的气氛 应该不会给几种 犯规的 运姆斯这发篮是没问题的 非常减 球铁连斗篮下 误 正门扣篮来终结进攻 最后的25.1秒 这个比赛会有绝杀或者加石吗 运一下后仰 强行出手 没有了 加石 应该是加石 给的不好 小心组织 给到维姆斯 跳步 开机了几分钟 就送上对方 跳这个发球线了 这样的话 全场比赛结束 126比121